二轮测试呢 我们要看看四位嘉宾 牙刷的使用情况 今天呢我们也是要求 四位嘉宾带来了自己 正在使用的牙刷 大家看就在这里 咱们把四把牙刷 并列放在一起 张主任您先看一看 这四把牙刷最大的区别是什么 首先颜色不一样 当然它用的时间也不一样 清洁度肯定也不一样 所以从这个清洁度看出来 为什么今天要说 你看这个肯定用的时间比较长了 中间呢两个呢相对比较新 从肉眼直光看 它的清洁卫生程度就比较高 比较新一点 你看后边那个时间很长 我们说都比人家淘汰 嘉宝来 嘉宝先说说 这个您使用的牙刷的情况 牙刷多长时间一换呢 我基本上这分心情 大概就是几周就换一次吧 然后有的时候长一点就是一个月 作用 一个月换一次牙刷 这个是 我的 净寒热领了 那说说你用的这个牙刷 刚才主任说了你这牙刷还挺新的 对 我是一般两个月一换 对 反正换的也蛮勤的 几乎都是 一两个月 脏了就要换了 然后就会换掉 这都是勤快女孩 爱干净的女孩 那咱们再来看一看 这个 这个是 我的 张叔的 对 张叔啊 刚才张主任提到说 您这牙刷可能是用了有一段时间了 看下去有点旧 我这个牙刷起码得半年以上了 因为我自己 调理我自己的生活 我很不注意更换牙刷 只要毛不倒 半不断 牙刷能用 我就不换 我基本上就这么一个习惯 那您最长时间用了多久 一把牙刷 一把牙刷 半年是经常的 半年起步 对 半年经常 最长呢 最长可能得有一年 一年换一次牙刷 我这个牙刷大概就用了有一年了 张叔 我发现您这牙刷吧 本来刷毛应该是黑灰色的 但上面一点点的那个部分 都已经变白了 但我都没注意到 这些细节我都不注意到 只要毛没倒 半没断 我就用着它 把刷毛都给刷掉色了 还没换呢 好 待会请张主任来给您解读 是什么意思 这个 你轻点啊 那背的是我借的 这是古董吗 连雪 我就是他没来说我就算年 您说明那个一年 我这牙刷我根本算半天 应该到该换了两年半了 差不多了 为啥两年半都不换牙刷呢 为啥要换牙刷呢 都这样了 它还能用吗 它不还有毛的吗 你这 因为我也知道 说要是牙刷老不换啊 容易滋生细菌 但是我们家条件好啊 通风啊 而且那牙刷每次刷毛冲上 让它过风 所以就没有细菌 它导点 使点劲 它为什么越刷越那样呢 就是因为开始可能有一点枪毛了 就使点劲呗 觉得刷不着了 就使点劲呗 然后越使劲 它越炸毛 对 越使劲 越炸毛 对 基本上二年半 我们家换牙刷 我从来不管 你只要有一个就行 而且吧 就是我这么近距离地 能够看得到 它那个根的地方 都有好多变黑了 变黄了 你看上面就是 尤其是有的地儿 刷毛都已经变黑变黄了 那粘的牙膏 我真觉得这东西就刷了就完了 我们要来看一看 牙刷这一轮的测试结果究竟如何 来看 这一轮的测试结果 提示着谁有感染 优门罗感军的高危风险 家宝 无风险 张叔叔 高风险 静寒 无风险 连续 高风险 所以现在张主任 就要给大家来揭示这个答案了 为什么张叔叔和连续 是有感染优门罗感军的高风险 并从口入第一道屏障 就是口腔 优门罗感军也会存在在 口腔当中是不是 去口腔医院 看口腔科的大夫都会查 这也是他们产生的 很多口腔疾病的戏剧 就这个优门罗感军 也是他们口腔很多疾病的病源 所以不单是未病 那为什么从张叔叔和连续的牙刷 咱们就能够看出来 他们有感染优门罗感军的高危风险呢 我们就说了 好比说你吃了 我是一步步进去的 如果第一道你粘了 好比你今天出去吃饭了 你粘上了 残出的牙上了 你可能刷牙有了 有了以后 你再刷 是不是慢慢越积越多 越积越多就下去了 所以它是一个积累资深的一个 最重要的一个 我认为这跟你接住什么 你杯子都接住得不见那么勤 但是牙刷是亲密接住 为什么你要织毛 你要刷那么认真 每一个细节都刷 它只要残存有一点 棉膜有一点损伤 它的细菌就进去了 您的意思 幽门罗杆菌 还会从我们的口腔上 转移到牙刷的刷毛上 对 护肾间 如果要是 它要是沾上了幽门罗杆菌 咱们再去反复地刷的话 那又把这个细菌 给带回到口腔当中了 对 就是一个口腔清洁 这是它的一个载体 只要口腔清洁了 没有传染症就好了 所以一定要定期地更换牙刷 那我就换个勤点 对啊 张叔叔您的这牙刷 也扔了吧 我们也扔了吧 也一块扔得了 对 这个还真得向年轻人学习了 行 我向他们学习